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购物分享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Zara买的几件衣服 其实主要是裙子 三件裙子 然后我另外加了一件Everland的毛衣 因为这一件我从来没有跟大家分享过 所以也是想分享出来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来说第一个裙子吧 这个是一个这种姜黄色 镜头里面看起来还是要更亮一些 就是后背露的还蛮多的 材质就是这种丝绸的很顺滑的质感 整个裙子的垂直感是很好的 我先来说一下这个裙子的优点吧 就是这个黄色真的很漂亮 你穿上的时候 它看起来就是很高级的那种颜色 然后其次就是它的垂直感特别好 前面脸子也是这种很随意的感觉 它的缺点就是真的非常容易皱 所以就是如果你们有那个电运斗的话 还是在穿之前需要运一下的 其次就是这个上半身是比较贴身的 所以如果是有小肚男的朋友的话 可能会要小心一点 它比较显小肚男 这个裙子我有两种搭配方法 一个就是单穿 一个就是搭配毛衣穿 毛衣穿呢 我会在腰的地方系一个腰带 把整个腰线往上提高一点 不然会显得腿有点短 跟这个搭在一起的毛衣就是这个 这是Everland 一个羊托绒的毛衣 颜色是这种雾外蓝色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就是它有一种很低调的 Low K的这种感觉 材质是羊托绒 所以它穿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 毛衣上还有这种小毛绒绒的碎碎 领子是一个这种圆领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款式 我对它的搭配就是 搭黑色的牛仔裤 扎腰的 然后毛衣里面会搭一个 带领子的衬衣 然后这样就会显得比较学院风 然后我来说一下这件裙子 这是ZARA的另外一条裙子 然后整个裙子就是一条可以展开的布 然后它是两边都是有一个孔 然后可以把它穿过来 然后另外一边是在这里 这样就是把它系起来 然后这就是整个一条完整的半裙 中间就会有开叉的地方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然后调整这个开叉的地方 你想开在你整个腿的哪一边 这个也是绸缎的材质 有这种黑色的剥点在上面 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好看 其实这两个的颜色呢 并不是完全的一样 一个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哑光 这个就是有点很反高光的这种 但是我有把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 我认为还是蛮搭的 我也觉得我也蛮喜欢的 然后这个衣服和第一个黄色丝绸的一样 就是垂直感都很好 然后看起来也很高级 但是就是穿之前可能要运一下才可以 不然它会有褶皱 第三条裙子和前面两条裙子 材质并不是一样的 前面两条就是丝绸感比较重 然后垂直感也很好的这种贴身的裙子 这一条是一条这种雪纺类的白褶裙 所以它穿在身上有一种蓬蓬的感觉 另外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裙子的整个前面是有一排扣子的 所以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决定到底要系几颗扣子 另外一点就是它除了扣子 前面还有两条这样的绳子 中间的距离是这么大的 我穿这个裙子呢稍微其实有一点点肥 所以我就是只是简单的把这两个地方 把这两条绳子系紧然后中间它就会腰这个地方 就窄了这么长一部分 所以对我来说是合适的 这已经是我买到的最小码了 所以也没有更小的码可以买 目前我的解决方法就是把这两条绳子系起来 这个裙子我还是搭配了这个蓝色的毛衣 我觉得就是这条裙子比如说冬天穿的话 其实可以在里面搭一条打底裤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OK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主要就是分享了这四件最近新冬日的衣服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